大清朝顺治十年,代表中国最高权力的紫禁城内颁布了一道圣旨,专门针对某一小群人制定了六条规则,不许擅出皇城,不许结交外观,这些规则甚至被刻在铁台上,存放在了内务府衙那里,而这些规则所针对的人,正是宫中的太监们。 众所周知,就在前朝的明代,开国皇帝朱元璋几乎做过一模一样的事情,然而明代却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烟换最为空前绝后的时代,很显然这时顺治皇帝的所作所为一样没有起到什么作用,尤其是到了晚清年间,安德海,李连英几乎全清朝野。 这些身体残缺不全的奴才何以能掌握帝国最高权柄?或许我们能够从清朝的最后一位总管太监,李连英的门徒身上找到答案。 他的名字叫做张兰德,更广为人知的名字则是小德章。 小德章,原名叫张祥斋,自云廷,辱名小德子,1876年也就是大清光绪二年,出生于天津近海县南旅关屯的一户农民家庭。 张兰德的家境分外贫困,父母都是给地主常年做苦工的农民,既不能给他封卧的成长环境,也无法花钱供他读书,所以他在年纪稍稍长成以后,也只能照理和父亲一样,成为了地主家中饱受欺压的工人。 晚清时的天津已经变得相当繁华起来,这里发展得很快,新鲜事物也很多,但这些都和张兰德无关,因为他贫穷。 人人渴望得到的东西都比较相似,但是愿意付出的代价却大不相同,张兰德从小到大一直生活在卑微,困顿的环境里,对那些富户,高官无比艳羡,他愿意付出几乎一切去得到这样的生活。 或许很多人对太监这类人的出现感到十分不解,或许大家认为,他们很多都是被破争赵入宫的,没有自己的选择权,一生悲惨。 但其实并非如此,很多人甚至是主动要求晋身入宫当太监的,这种情况在明朝最顶峰的时候,乃至于出现了许多人争相报名的离奇现象。 为什么会这样呢?因为时局动荡了,也并非如此。 因为在封建时代,有些地区的人是极度贫穷的,以至连最基本的生活都难以保证,虽然那玩意对美的男人来说都非常重要,可是总抵不过死路一条,而且当了太监以后,毕竟在皇帝身边工作,就算是底层的太监,日子也比底层的平民要好得太多了。 正因如此,在张兰德十五岁那年,他终于受够了周围的压迫,欺辱,终于下定决心改变现状。 作为一个没有文化的愣头亲,张兰德却听过很多民间封门,比如某个大太监在宫中得了皇上的垂青,一举成为了大人物,甚至凌驾于朝廷众臣之上。 张兰德便是怀着如此梦想进了皇宫,而他甚至是自己挥刀自攻的,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,而且即便如此,也需要宫里有人退休,他才能顶上去,所以小德章运气也很不错。 紫禁城,这本事只有皇帝嫔妃,王爷宰相才能入内的地方,小德章如同走入了一个新的世界,虽然他刚开始只能负责在最底层脉力的打杂,被上级呼来喝取,但他仍然觉得自己一定能成为一名大太监。 张兰德没有什么过人的本事,但他愿意努力,所以平时非常关注宫里大人物们的一举一动和兴趣爱好,而最大的人物当然就莫过于老佛爷慈禧太后了。 张兰德细心观察,发现当时慈禧非常爱看戏,他觉得这条路或许能走得通,几经努力之下,拿出自己积攒了一段时间的俸禄去贿赂相关人员,让他得到了一个调到南府生亭署的戏班子里学习京剧的机会。 张兰德运气非常好,这一次他赌对了,在经过不眠不休的学习过后,他练就了一身过硬的基本功,在不久后宫内搭台唱戏的过程中,以无小声的角色让慈禧一眼看重,并得到了奖赏。 这一来之后,张兰德几乎立马逾越成龙,不仅受到了御赐的小德章之名,几年之后,职务就窜升到后宫太监回事,这个岗位已经算是小领导,听起来定不大,但谁都知道他是太后眼前的红人。 而到了1900年时,小德章更大的机会来了,这一年,八国联军直接打进了北京城,慈禧太后带着光绪帝和一帮皇亲国妻,仓皇逃往西安。 一路上,张兰德都紧紧跟随在他身边,用十二分的精力照顾他的起居和行程。 比如有一次天降大雨,迷宁的道路上马车很难通行,只能用脚走,慈禧是何许人也,怎么肯沾染这些污秽,于是晓得张立刻跳出来,直接趴在地上,如马一般驮着慈禧蹚过了浑水。 慈禧极为满意,并随口感叹,说如果自己有个儿子,恐怕也不过如此。 此,晓得张心中大喜过望,毫不犹豫地谢恩,从此之后,宫中内外都传言慈禧认了他做干儿子,这一层身份让无数人开始巴结晓得张。 两年后,慈禧起嫁回到京城,二话不说就赐予了晓得张三田顶带,并封为御膳王长案。 此时的他,地位甚至已经低近李延英,别说宫内,就连宫外的许多仲臣也纷纷想要和他搞好关系。 但此时的小得章,尚且还没有抵达他人生中的巅峰时刻。 1908年,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双双驾崩,晚清朝廷迎来了最大的动荡,无比年幼的宣统皇帝溥仪纬,他根本没有管理朝政的能力, 所以国家事务都落在了光绪帝的正妻龙玉皇后手中。 原本在宫内太监之中,最大的仍然是李延英无疑,但他一生做事谨慎,在之前务须变法的时候,采取两边都不得罪的态度,没有公开支持慈禧。 所以之后慈禧对他有些疏远,等到太后驾崩,李延英也彻底失去了靠山,于是决定退隐江湖,辞职后离开了宫中。 他这一走,宫里管事的理所当然,就成了小德章,他被龙玉太后封为总管太监,四二廷顶带花林,成为了朝中王公贵族们竞相结交的对象。 当初李延英盛极一时,但因为在慈禧身边,无论如何也不敢胡乱说话,但现在小德章已经全面超越了他的师父,他不仅权清朝野,而且暗中和袁世凯交好,把龙玉太后哄得团团转, 乃至于敢公开议政,直接违反清廷祖训,同时大肆收受贿赂,凭自己的意愿任免官员,激进无所不为。 小德章此时已经大大完成了儿时的梦想,所谓穷人报复不可收拾,他也一样疯狂敛财,在位高权重的时期,他一共捞的黄金白银简直不计其数,据说小德章母亲去世的时候,他甚至在屋子里造了一座两尺高的金山来纪念他。 不过随着时局的猛烈变化,亲王朝的最后一口气也随着辛亥革命的到来而终止了,当溥仪正式宣布退位后,小德章很快就认定这个朝廷已经没有任何价值了, 他虽然名义上还是四四八处的大总管,但不久后便果断逃离京城去往了天津。 在这里,小德章其实早早就已经置办了一处无比豪华的宅院,位于当时的英租界内,但是不久后,前卿的庆亲王一筐的儿子看上了这里,小德章二话不说便让给了他,这都是他在宫里多年以来积攒的经验。 让房以后,小德章在天津另一处购置了豪宅,作为一个太监,他竟然在几年之内连娶了四房一太太,或许他觉得别人有的自己也一定要有吧。 而其间有一位姨太太想要逃跑,小德章直接让警察将他捉回来折磨至死,可见虽然人不在皇宫,微风依旧不减。 离开皇宫的小德章开始了经商的道路,他在天津开办了好几家商号,不断扩大规模, 后来有些分号甚至已经开到了香港、澳门。 金明的投资让他原本就阔绰的身家又添了不少,说来非常讽刺的是, 几年后,曾经的宣统皇帝溥仪被革命军逼到天津地难,正巧看到小德章从自家,如王府般的豪宅中走出来, 身边簇拥着数位美艳动人的一太太,和他一起钻入了精致的小轿车中,仿佛他现在才是皇帝。 不过客观公正地说,小德章虽然为人圆滑,自立自得,但却在乱世之中也并非一毛不拔, 随着战争越来越多,他的亲友、老乡、宫里的徒弟们都陆续来找过他帮忙, 而小德章却很少拒绝,往往总是尽力相助。 这一点为他留下了相当不错的口碑,也在冥冥之中决定了他最终的结局。 战火纷飞之际,生意是不好做的,所以小德章的商号到了抗战前后便开始不断亏损, 急奠他身负无数财产,但也耐不住坐吃山空,家境由此开始逐渐衰落。 一直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以后,小德章仍然在做商人, 不过生意的规模和过去已经完全不能相比了, 而到了国家落实公司合营政策以后,他连一点小生意都没得做了, 转而成为了一名街头卖油炸的小贩。 原本来说,小德章名气很大,而且是绝对的资产阶级, 但他有两点很好,一是自从出工以后都在民间生活, 从来没有再涉足政治,二是口碑不错, 无论是曾经的太监们还是百姓都对他评价颇高。 因此,人民政府不仅没有对他问责, 反而对他的财产分文未动。 然而,小德章到了晚年时,观念竟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, 主要原因或许是他亲眼看到从宫中流落的那些太监们生活悲惨, 但新中国之后,政府却都对他们妥善处理,所以十分感恩。 在上个世纪40年代,位于天津的那栋豪宅被小德章直接无偿捐给了政府, 被改造成了天津市第一工人疗养院, 而小德章把其他的财产也陆续都捐献给了, 军队或国家,只给自己留下了很少的一部分来安度晚年。 1957年4月19日, 小德章或者说张兰德病逝于天津的住宅内, 中年81岁。 他的人生太过于奇妙, 从一个农民子弟走入了深宫之内, 从一个底层小太监一步步爬上了大内总管的高位, 最后走到了万人之上, 而局势一变, 他则又引入民间, 在外界动荡, 战火纷飞的几十年中安然无恙, 无论哪一方势力都不曾来找他的麻烦, 一直活到八十高龄竟然还口碑极佳, 最后安然离世。 如果综合来看, 这位中国末代总管太监, 甚至超越了他所有的前任, 无论是安德海或是李莲英, 都没法达到他这样善始善终的结局, 他为人固然圆滑无比, 但圆滑一生却没有失守, 也的确是一种惊人的本领。